咱说这老虎,这三下,没想着鲁松,这锐气和气力,就下去了有百分之五十。 要不咱平常有那么句话,我没叫他胡住,你胡人是怎么的,跟这意思差不多。 老虎也是如此,那我这一叫,冲你发威,要把你吓不倒,就使这三招决议,这三招决议也没把你制服,他也就泄气泄了一半了。 老虎一转身,仍然是这三招,那我一声又扑过来,再回武松可缓过手来了。 老虎一扑,他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再看武松,双手轮起哨棒,散足平生的力量。 把吃奶油,把吃奶油都使出,恨不能这一棒,把老虎砸个脑僵崩裂呀。 哎呀,就听见咖啪一声,把武松镇的虎口发酸,结果怎么样? 情急之下,这哨棒啊,打在一棵歪拨树上,你说倒霉不倒霉。 在武松头顶上,就是一棵歪拨树。 武松这也大,这一轮的哨棒,你想有多高,没砸着虎,砸到外拨树上,喀啪一声,把哨棒折为两段。 武松心头一声,哎呀,坏了,剩下半截哨棒,他也不好使,武松就认识了。 正敢这时,老虎熬了一声,又哭过来,武松望回,一退,哎呀,这老虎前爪扑空,正好落到武松眼前。 武松再不能犹豫了,武松再不能犹豫了,到了现在不能跑,牛头一跑,根儿屁超亮,必须进,不能退呀。 因此,武松,离急一动,探出双手,哎呀,往下一哈腰,把老虎脑袋上的皮和肉被抓住了。 武松在少林导在少林寺练过功,练过英爪利铁沙掌,他又年轻二十多岁,笨棒,那皮革那么好,再加上今天是股金劲儿。 那手上有多大的力量,抓住老虎脑门上的皮肉,反足平生的力量往地去念,哎呀,硬是把老虎的脑袋摁到贴了地儿。 那老虎这摇头牌尾 猫儿门儿之叫 就是抬不起脑袋了 就地转圈 再看老虎后跨直直 这根尾巴 打的是石块乱飞 那前爪子的脑地 才想起来 因此拼命在地上刨 您说使得多大劲 就刨出两个大坑来 这一磨磨 把下巴壳还垫坑里头了 给吴松创造了机会 那吴松是绝不能还劲啊 脑筋蹦起多高了 越来越实际上下摁着 等老虎这脑袋一进坑 吴松一看机会来了 藤树右拳 用一只舌头摁着老虎的脑袋 把皮锤大小的拳头就抡开了 对准老虎的脑门 啪 啪 啪 像鱼点一样就砸下去了 上面砸着脚没闲着 再看吴松两条腿换着皮 啪啪啪啪啪啪啪 吴松的腿也没闲着 对准老虎的脑袋这顿皮 那位说不是三拳两脑 打死一只老虎吗 那是神话吴松 能打得死吗 手里没架花 就连一头狼也打不死 究竟打得下 吴松也不知道 说书人也不清楚 反正这顿揍势不是按就得了 最后一只把老虎给揍得是 勤俏流血 不动恨了 吴松啊 怕他不死 接着又削了几圈 又踢了几脚 一看他 确实不动了 吴松他慢慢的把手松开 唯恐他不死 把那半叶哨棒又捡回来了 对准这脑袋就是一顿猛敲啊 后来发现老虎确确实实是死了 吴松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 一点劲都没了 天旋地转 骨头脚都疼 吴松一摘位身子 倒在卧牛轻石之上 长着大嘴 不肤质 光盛就喘了 这叫玩命 什么叫气不长出 面不更色 没那么事 不活出一下 能打死老虎吗 那么以后 有很多人编小说 和张三打死过虎 李四打死过虎 和打那虎极其容易 好像打死一只小猫那么容易 有那种事 全是在人家 全是在人家吴松打虎的基础上 瞎编出来的 云古以来有几个大死老虎的 那吴松堪称打虎的鼻祖 留下千古的美谈 单说吴松 躺了能有那么三四分钟吧 他忽然感觉到不好 不得起来 为什么呢 一年惊蛇咬 十年怕警生 吴松多了个心眼啊 莫非叫这一只虎吗 再来一只怎么办 也背不住公母十一对呢 哎呀 我到了现在这组地步 要来只虎 我老老实实将它给吃了 我还不逃走 梗太何时啊 我当着找死啊 不顾身上的疼痛和乏累 吴松把衣服找着 把包袱往身上一背 那破哨棒也不要了 回头看了看那只死虎 呸 再见 登登登登登登 他揭插赶路 就下了景阳港 他要回青河县找他哥去 可是走出来 没有半里面 这月亮可挺亮啊 吴松就突然发现 道边上 有黑影晃动 他揉揉眼睛一看 哎呦坏了 闹了半天 是两只虎 吴松心说怎么样 真叫我猜着了 我命 稀有意 那就在这时候 他发现那两只虎 平地站起来了 这才看清 家伙 闹了半天 是人装的 顶着虎头 围着虎皮 在地上趴着 那这蛮吓人不吓人 这俩人把虎头 往脖子后的衣装 露出五官相貌来 美人手中 拖着一条猎叉 腰里跨着匕首和弯刀 打着锅腿 穿着多尔玛蟹 可说话的时候 就到了眼前了 武松把双拳一钻 瞪着眼睛 立身喝道 呆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捉目 吓人 感情武松这一嗓子 要够大的 山谷硬的嗡嗡 只起婚姻呢 把那俩鼓吓得一哆嗦 哎 我 我 我 你 你是人了 你 你是鬼 放屁 我是活蹦烂跳的人 哪来的鬼 哎 我的妈 吓死我了 我彌陀佛 我 我说那位英雄 我你那胆有多大呀 你吃了雄心 咽了 抱子胆了 一个人 什么都不拿 赶过景阳岗啊 你要遇上老虎 你就变了狐分了 看见老虎们 你们是干什么的吧 我 我们就是本地的猎户 奉献他爷的唐玉 龙巴尔在这儿 堵截老虎 哈哈哈哈 你们倒没堵上 叫我给堵上 实不相瞒 往上走不远 我遇上老虎了 我已经把他打死了 我 我怪不 这年头天下大乱 世人都会吹牛皮啊 你 你说什么 像你给打死了 你拿什么打死的 武松一听 把脸沉起来了 因为他这个人呢 不爱开玩笑 也最不爱听这种风凉话 我说你们两个人 怎么知道我吹呢 不相信你们去看看 我说的是真是假 喂 喂 这俩猎户 打量打量武松 就这个头 就这个神奇劲 不像说瞎话的样 但怎么可能呢 就他一个人能把老虎打死 这不像话吗 叫他俩看他俩还害怕 恐怕上当 跟武松说 那那坡里 有我们十几个伙伴 等我们把他找来 摆一块去 这俩人拖着猎刹呀 奔下边去 时间不大 又找什么 十个神 我这些人手里都拿着家伙 来到武松进去 上下打量多时 好汉英雄 是您把老虎打死了吗 来 老虎在哪呢 就在山岗不远 我问您您收拾来吧 您在头前引路 把我们带去去看看 好 随我来 和这些人仗着胆子 点起四只火把来 拿火把照着亮 全都围在一起 谁挨谁都平静 这样和胀胆 在武松身后跟着 时间不大 到了那块 到了那块卧牛青石的附近 武松用手往地上一指 各位上眼 他们把火把高高高的举起 他们把火把高高的举起 借着火光 你看 哎哟 可不是吗 哎哟 这只老虎可真够刻啊 就在那趴着 都带圣人毛啊 这些人都不敢靠近 你看的确老虎是死了 满地是血 再看 残枝败叶 还有断了的杆帮 确实是在这搏斗过呀 我 我那位杨兄啊 那虎 属病没有 早死多时了 他怪吓人的 他不敢过去 武松心中暗笑 迈不过去 拎着胡耳朵 低了起胡头来晃了晃 你们看看 死没死 大伙这才放心 哗 都来能耐了 摞胳膊挽袖子过来 这个奏一拳 那个披脚 他妈的这东西 不知道从哪串来的 按说咱们景阳岗这地方 哪能养得住老虎呢 哎 这从哪座深山跑这儿来的 哎呀树日来呀 光被他吃掉的大人孩子 不计其数 被他吃的牛羊 数不胜数 都把我们吓死了 这也算恶贯满盈 遇上杂虎的英雄了 我好阿爷 您真是神仙 您是神仙一转呢 您给我们本地可除了害 救了我们大伙了 我弟兄们 让这位大虎的英雄 到咱们村子里歇下 来来来 抬着老虎下山 我小伙 你先回去 给李正 给孙大虎报个信 啊 让他们准备接待 哎 有俩小年轻的 先下岗了 鱼者的都带着绳子 把老虎捆好了 找着杠子一穿 两人抬不起来 得八个人抬着 那还费挺大的劲的 有两个人陪着武松 这才走下九阳岗 到了岗子底下了 猎狐那小头还纷纷 救救 把那些 窝弓弩套子 都都卸下来 别把人给伤着啊 闹了万天 他们挖了好多坑 下了很多套子 和窝弓弩套 现在老虎死了 这玩意用不着了 再把行人给伤着 怎么办 因此派人们 全起回来了 众星 彭越一般 陪着武松下了 景阳港 赶奔景阳村 这村子 离着景阳港 不到十里地 本地可挺富啊 差不多的 都靠着打猎 为什么 自从出现了这只老虎之后 这帮人全失业了 这老虎太邪乎 谁也惹不起 你就去个三五十人 不济于事 有很多猎狐被老虎给伤了 还有四名猎狐 喂了老虎了 你说武松 能把老虎给打死 这本地除害 头一个感谢他的 受益的 就是景阳村 老百姓 全出动 难得你的老的少子 像观看天神一般 把武松让进村子 先到老孙家大户 老孙家是本地大财主 大怨他 房间也多 他又是本地的理政 有大事小情的 都得找他 所以猎狐老百姓 头面人物 以及那个山村的 屯不错 二头挂子 都来了 迎接武松 让武松上堂 居中而坐 他来洗莲水 漱口水 拿来最好的香皂毛巾 有人给沏水 有人给做饭 还有人给烫酒 大家围露过来 小头接耳 全都羡慕 不得了啊 这孙李正一看 躲躲躲躲躲躲躲 外外 就出去 漱口了 把打虎的英雄给兄姊 怎么办 出去 把老百姓碾院去 屋里都是屯不错 再看 李正一躬到底 好汉英雄 好汉英雄 您是真了不起呀 我代表这一方的老百姓 太感谢您了 您是我们本地的俯身了 没您 我们不定的遭多大的害 再者一说 老虎不除 县太爷也不答应我们 就因为老虎为害乡里 我为这事受了县太爷的责备 光挨板子挨了四十多下 您这一来把我也给救了 我们太谢谢您了 敢问打虎的英雄 千乡何处尊姓大明呢 啊 在下 来煽动清河县的人士 姓武明松 啊 闹了半天 您是吴兄 吴英雄 有人给记下来了 武松走了以后 有些信心人 把武松的名字写到牌位上 供的造访也跟前 没事烧香 给这位恩人磕头 什么人没有啊 马上这李正吩咐 白白酒呀 武松真饿了 那打死这只虎 消耗了多大的霹雳 虎咽狼吞 风卷残云 吃了个酒足饭饱 但到了现在 武松没有精力跟大家谈话了 他跟李正提出来 我太困了 我就是想睡觉 快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 屋收拾好了 背入整齐 有人提灯引路 武松等进了屋之后 也顾不得看着他那 是倒头便睡 李正吩咐一声 门前站岗啊 不行有人在这捣乱 不行有人在这高声说话 不能影响了大虎英雄睡觉 门前还加了岗上 此外下了卡子 李正马上派人 到县衙门前去禀报这件事情 看县铁爷有什么指示 书说简短 武松这一觉 睡的第二天 过了尘时了 他才起来 哎哟 这回恢复了体力了 眼睛也亮了 一点不困不乏了 洗脸漱口直闭 孙李正抬着 又到了厅房 本地头面人物 也全都到齐了 呼唯了一大顿啊 全是拜年的话 武松正在一举 藏 明